大家好 歡迎來到喬意教牌教學系列 我是講師懷人 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節目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喔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是線位設計 在喬牌當中 大牌點的計算是判斷牌值非常重要的一項標準 因此今天要向大家介紹 大牌點如何和我們教牌的線位互相配合 去尋找最佳的合約 今天要介紹的計點法是最基本的高輪計點法 也就是所謂的A4點、King3點、Queen2點、J1點的計點方式 當然還有許多種其他的計點法 但在實戰當中呢 高輪計點法是最簡單最容易應用的 有許多爭論認為 A和King的價值應該大於4點和3點 而Queen和弓的價值應該小於2點和1點 這種說法大致上我是認同的 但實戰當中其實牌型的變化非常多 正確的牌值必須要依靠在教牌當中 去探索同伴的實際牌型、牌組 才能夠判斷出來 因此不用太糾結在這個細部的計點法 我們可以根據經驗在教牌當中去做調整判斷 教牌當中有4個非常重要的點例 大家一定要記起來 這在未來無論是設計教牌或者是在實戰上去判斷線位都是非常實用的 分別是三五王跟四高花的24點、五滴花的29點、小滿貫的33點跟大滿貫的37點、24、29、33、37 這四個數字非常的重要 無論是在設計教牌制度或是在實戰當中 臨場去計算可能的合約線位都非常的實用 這個點例範圍在判斷平均牌上是非常有效的 也就是當你和同伴都持有平均牌的時候 使用這個點例來判斷線位會非常的準確 而平均牌指的是呢 未持有任何六張牌組 以及沒有短門 也就是單張或缺門的一手牌 簡單來說就是包含了4333、4432、5332這三種牌型 另外一般5442我們會稱之為準平均牌型 那另外6322有時候也會納入準平均牌型 但因為六張牌組通常會有額外價值 所以在這裡的話我建議大家先不要當它當作平均牌 我們根據喬牌的計分方式計算 能夠找出各個線位最合理的成約機率 喬逸當中有一句俗言叫做 Partial要強、GAN要蝦、SLAM要穩 我們從數學的觀點就能夠輕易看出 為什麼我們會說GAN要蝦、SLAM要穩 大家可能沒有計算過一個合約要成約 所需要的最低合理機率是多少 這裡所謂的合理機率指的是 在這個機率之下 你叫到這個合約 對上對手未叫到這個合約 在期望值上 你們得到的分數是相等的 就是說你就算倒約了 在長期下來也不會吃虧 那有身價的一局只需要35%的成約機會 而無身價的一局要求比較高 需要有45%的成約機會 因此我們通常在判斷要不要叫成一局的時候 要是有猶豫的話 在有身價的時候會傾向於更積極 而小滿貫的成約機率非常簡單 就正好是50% 大滿貫則要求70%的成約機率 才是一個合理的大滿貫 因此你會發現在比賽當中 我們叫GAN的也就是非常積極的去叫成一局 而對滿貫的處理則會比較穩 必須要確定這個合約有足夠成約機會 才會去叫成滿貫 這四個數字同樣也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能在心中留下一個印象 35455070 在叫牌當中有一些有利及不利的因素 會影響我們去調整牌質 在這裡簡單的做一點點分享 第一個是王牌合約通常能多吃一副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將 需要吃十副的四高花定為一局 而只需要吃九副的三巫王 同樣也是一局 分數是非常接近的 一般來說王牌合約的話 雙方通常會有雙張或以下的短門 那雙張利用王牌多王吃一副 就是一個額外的贏凳 另外假設雙方持有的是四四的王牌的話 兩手加起來八張王 此時外面的王牌如果是正常的三二分配 我們清完三圈王之後會發現 雙方都還剩下一張王牌 在打無王合約的時候 這樣子只能吃一副 但是在打王牌合約的時候 兩手可以互相各王吃一副牌 因此會多一副牌 這就是為什麼王牌合約會多出一副的原因 而當你雙方聯手持有九張以上王牌的時候 很常會再多吃一副牌 也就是持有五四王牌配合的時候 四張王牌的一方很有可能會王吃到兩次 也就是除了王牌合約的額外一副牌之外 還會再多一副牌 因此九張王很容易可以多打一個限位 也需要更積極的叫牌 另外A和King是合約當中非常重要的兩張牌 持有A和King的價值呢 第一個是不會被對手快速的拔掉獅凳 也就是提供我們利用長門去奔吃銀凳的概念 有時候呢 打滿貫的時候 我們明明有足夠的銀凳 甚至超過13副銀凳 但是因為手上缺乏了A或者是King 而容易被對手旁門先奔吃掉獅凳 而無法完成一個滿貫合約 因此當手上持有A和King的時候 也就是這兩張常說的控制牌 那我們也必須要 略為增加我們叫牌的價值 再來就是主牌組完整 設想當你持有King Go五張 如果在同伴沒有配合或者是無法下橋的時候 這一門牌組很可能會撕掉四副牌 但是假如說你持的是King Queen Go Ten五張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一門都只會掉一副牌 光是多了一張Queen和Ten兩張牌 只有兩點的力量 就可以補出三個銀凳 因此牌組完整很容易也會幫你製造額外的銀凳 或者說是減少你額外的十凳 那同樣不利調整因素 第一個是短門的廢點 當你持有單張King或是Queen小這類的牌的時候 假設這不是同伴的牌組 同伴也未持有大牌 那這個點其實是不存在的 例如你單King會直接輸給對手的A 而Queen小則會輸給對手的AKing 但不是說短門的牌點就一定沒有用 假設這一門是同伴的牌組的時候 有可能同伴持有King Go五張的牌組 就因為你補了一張Queen小 讓他的屍凳減少了三步 也就是類似我前面舉的牌組完整性的例子 因此短門的牌點呢 我們會先當作減值來計算 但在叫牌過程當中會隨時進行調整 牌組破碎呢 跟前面提到的牌組完整性是同樣的概念 那這邊就不再多贅述 第三個問題是牌點集中一手 設想你持有一手24點的牌 但是同伴卻未持有任何點 此時你將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你無法下橋去從桌上打牌 那很容易一些可以利用偷牌來製造額外銀凳的打法 都會變成不存在 因此如果牌點集中一手 你會發現這副牌會非常的難打 因為你必須要從手上打出許多的千張 讓對手吃掉你很多的大牌 因此牌點集中一手也是一個比較不利的調整因素 需要多加注意 第四個是配合不佳 也就是雙方幾乎沒有任何的配合牌組 設想你持有一手牌只包含了黑桃跟方塊 而同伴卻僅持有紅心跟美華 此時你會發現同伴桌上的牌點幾乎是沒有作用的 因為當你無論是你打黑桃或是方塊的合約 都無法吃到同伴桌上的銀凳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從手上送出千張讓對手吃掉 因此配合不佳也是類似於牌點集中一手的問題 當你無法從同伴方去拉牌進行偷牌的話 你會損失掉很多額外銀凳的打法 造成你的銀凳必須要下修 橋牌是一個銀凳遊戲 這邊解說的只是最簡單的記點法 用來進行平均牌對平均牌的牌值判斷 因為平均牌每一門都需要顧及 某一門沒有大牌代表那一門會成為師凳 而某一門零碎的大牌點也有可能會成為那一門的檔章 或是製造額外的銀凳 因此判斷上用大牌點來計算是比較容易的 至於不平均牌有很多王吃或者是控制 或者是奔吃長門的問題 那我們會在下一課當中再做詳細的解說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